近日,武汉市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数连续多天保持在个位数 3月16日,李兰娟院士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武汉疫情防控现在进入了冲刺阶段 到3月20日左右,新增确诊人数有望清零 清零之后,仍要进行两周的观察 如果不再有新增确诊患者 武汉才可以逐步解封,复工复产 李兰娟表示 即便实现新增患者清零 疫情防控工作仍然还不到松劲的时候 仍要密切关注社区和发染门诊的防控工作 防止疫情出现死灰复燃 当然,还有两大问题我认为不能放松 第一,因为武汉疫情是重灾区 有没有前进的感染在 有没有死灰复燃的情况 所以社区的防控要非常的小心 绝对不能放松 第二个呢,每个医院的防疫门诊 一定要更加规范地开展 所有防疫的病人都必须到防疫门诊 防疫门诊都必须进流感 包括新冠病毒的检测 人疫有养性的 要求日子按照流行病学的要求 隔离,包括接触者要隔离 发现一个,隔离一个 不要扫着新的流行 另外,李兰娟还表示要继续加强 对重症患者的救治不能放松 尽最大努力挽救重症患者的生命 目前,李兰娟院士带领团队采用 四抗两平衡的治疗方法 利用人工肝、微生态、干细胞等新技术 成功将ICU患者的死亡率 由原来的80%以上降至15%以下 处于细胞因子风暴早期的患者 经营人工肝治疗后 存活率达到百分之百 如果是一个病人来 他在第七天到第十二天 两个礼拜以内 测现细胞因子风暴 我们统计了一下 我们这里应用人工肝救治的人 在这个早期细胞因子风暴 早中期日光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救过来的 可以说是百分之一百多救过来 但是到两个星期以后的人 他的肺已经省会掉了 就我一直阻扎 一旦有新冠肺炎 他有呼吸困难出来的时候 有细胞因子风暴的早中期的时候 用人工肝治疗 能够起到一个链干坚硬的效果 谈起近期国际上多国爆发的新冠疫情 李兰娟认为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积累了大量经验 尤其是早发现 早诊断 早隔离 早治疗的四早经验 值得国际学习 中国的这个四早的经验 估计上世界上 他们应该向我们学习 这个尽快地发现感染者 钢磁感染者 然后叫给他治疗 然后他不要接传 不给其他人 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中国的前段时间的经验 应该是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功 他们应该好好地借鉴我们中国的经验 中国的方法 中国的技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